如果今天就是我們在騎乘像是 丘陵路段 因為台灣滿多丘陵 那在丘陵路段的話 就是在輪組上的推薦 阿凱不知道會怎麼推薦 對我本身的話 今天這一集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各種不同的路線當中 到底如何挑選一個適合自己的輪組 那可以看到我現在身上搭載的這個呢 是Vision 所新推出的 Metron 60 SL 的輪組 那這組寬高60的Metron SL 厲害的地方就在它的重量 其實是非常的輕巧 在上一代的55當中 重量竟然比這一組還重 這組重量在管胎的輪組當中 竟然只有1450公克 那如果是開口胎的部分 是1570公克 在重量表現上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有競爭優勢的喔 那我剛剛在騎乘這組 我Metron 60 SL 的路上啊 在頻路當中的表現啊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感的 那在騎乘頻路的時候 在起步啊 你雖然會覺得有一點點 比較拖的感覺 那原因啊 是因為它的框高比較高 所以慣性比較好的關係 它在起步的時候 其實是會比較重的 那其實你只要在時速啊 騎到大概35到40以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 慣性的這個續航表現非常好 你會覺得踩它的效率 遠比你在剛起步的時候 還來這個表現好很多 所以騎乘表現啊 我覺得這個輪組 非常適合推薦給 你可能要騎乘北高 或者雙塔 甚至一些頻路賽段的 這些比賽路線當中 那這次的輪組呢 一樣搭載了最新的這個 PRS這個花骨設計 所以它在實際騎乘當中 你會覺得起步的這個搖合感受非常好 而且減少了非常多的這個摩擦阻力喔 接下來我們就請阿凱來幫我們推薦 在不同的路線當中 到底怎麼樣選擇一組 適合自己的輪組吧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因為上一集我們有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在新輪組的體驗上 算是非常的喜歡也很滿意 那但是我覺得 只有一個輪組的尺寸 可能對大家來講不是 就是還想要選更多 所以我們想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如果今天就是我們在騎乘像是 秋陵路段 因為台灣蠻多秋陵 那在秋陵路段的話 就是在輪組上的推薦 阿凱不知道會怎麼推薦 就我本身的話 我一定會推55的輪子 因為它兼具的重量也不是很重 然後如果是秋陵路段的話 它是可以去應付的 了解我來幫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55是一個叫55mm 就是5.5公分的寬高 我們現在講的單位都是寬高 就我來講 因為我的回轉 我的體重 再加上我的回轉 不是屬於特別高回轉 我是屬於高輸出型的那種方式 在騎車 所以它的順暢度 就是你在稍微 平一點的路段 85-90回轉這中間呢 它的速度大概在 45以上它是有那種慣性在 而且是蠻明顯的慣性 在側風 順側風 其實感覺就更明顯 因為現在的胎框 都可以到25以上 它這種在抗側風性來講 又變得更相當的還好 對現在框都變比較胖一點 對 那如果我們接下來從丘陵 轉換到像是台灣也很多 像是山路的地形 像是有常常會去武嶺啊 甚至是 可能是像雪山 那或陽明山 像這樣的路線的話 比較多爬坡的路線 會怎麼樣推薦它的輪主選擇 當然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輪子越輕越好 就我來講的話 45是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 我剛才說過 因為我是屬於高輸出型 所以在爬坡的時候 我需要有一點點的慣性在 所以我覺得就我45是很OK的 然後因為在爬坡 當然是不管是車啊 輪子越輕越好 所以 依照自己的踩踏習慣去選擇 如果你的踩踏習慣 可能是比方那種高回轉型啊 高回轉型 需要用到一些回轉技巧 山林的輪子 我想在爬坡應該也會蠻好的選擇 因為它 畢竟來講 它重量還是很輕 所以它可以應付一些比較急走 急爬深的地方 那如果 我自己好奇啊 因為其實像45還有更矮的框 是像30 就是3公分左右 那如果像30跟45 就是如果要推薦 例如說它平常是重踩型的 可能會比較適合哪一種 在跑步的路段 我覺得45 45會比較好 我覺得45 那如果是回轉速型的車友 比較適合反而是30嗎 因為 因為它已經比較輕了嘛 所以它的慣性需要用到你回轉動力去帶動它輪子的慣性 所以在爬坡的話 我是覺得用30會比較OK 如果是高回轉型的話 那如果像是比較有時候會有一些完全平路段 像是北高360或雙塔 就是平路的 那你會推薦就是怎麼樣的不一樣的選擇 因為這些路段啊 你還會考慮到一些風的問題 可是基本上是平路的話 你可以搭配後面55前面45 會這樣子搭配的原因是因為要考慮到側風 是 要考慮到側風 還有就是因為 輪子越小 你就不需要用到這麼多的精力去控制輪子 在控制力上面 可以更專注在你踩踏的輸出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還蠻好 就是我前面 就我的理解 是不是前面盡量用可能45或55 保守一點 因為其實在側風一來的時候 如果你框高越高 你Pen的這個感覺會越明顯 因為像Vision還蠻多選擇 有60甚至80 對啊 了解 這樣還蠻適合推薦給 如果你平常都是騎平路為主的車友 可以像這樣選擇 那如果像最近像9月就已經即將開始的KOM路線 那如果是 你要去騎KOM路線或是車友的話 會推薦他們怎麼選擇 因為KOM其實蠻複合式的 前面又有一點平路或丘陵 到後面又是斗上 我會選擇的話是45 如果是一般車友的話 我就是建議在30到45之間的 之間的框高 去做選擇 這樣子去做選擇 這樣子做選擇會第一個就是 因為輪子本身就已經輕 再者來講 因為主要是後半段的爬坡 後半段的爬坡 因為選擇高框的關係 讓你有所速度掉下來 對啊 那我們最後來幫大家就是 問一個我覺得蠻關鍵的問題 因為有些車友 可能不像選手會有這麼多sponsor 他們就只有一組輪組的預算 那如果真的只能買一組輪組的話 就是你會怎麼推薦 就是最全能型的 45的輪子是最全能型 是 最全能型 它可以兼具爬坡 然後 它可以兼具平路 然後大的起伏路 所以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都在爬五里 你不可能每天都一直在爬20公里的爬坡 所以我覺得45的輪子是最適合 就是在一般的騎乘 它已經很能 能應付多種路段 所以我推薦45 好 你只有一組輪組的這個預算考量的話 首先推薦的就一定是像45 這樣的 比較全能型 要平路也可以 要爬坡小丘陵 也是很適合的輪組 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差不多這邊 那主要就是想要用這支影片呢 來推薦大家 如果你真的在輪組選擇上 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什麼樣的框高的話 那這支影片可能對你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其實有看過有人說 就是有人會推薦輪組買越高越好 但他可能不知道他適合的路線 是不是適合像這樣對應的輪組 所以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也很感謝阿凱 接受我們今天的訪問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叫楊哲瑞 我是阿凱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因為上一次的活動啊 大家超級熱烈的參與 那這次阿凱呢 特別又多給了我們三組的這個獎品 要來抽獎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上一次沒抽到 不用灰心 這一次你只要在底下留言 阿凱全運會七連霸成功 就可以參加這支的抽獎囉 謝謝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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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ched